我一死人都对不住他 今天背着善机 我们要把他糟蹋 我们要把他务价 我几乎心都快碎了 我们太太 想到因为投入选战 导致妻子受到攻击 侯友宜哽咽道 话说不出来 看了那么多次 说都没问题 人那么多次 今天卫了这场选戟 用一个专家的力量 用一个董的力量 站出来 会灰灭人的人家 相害我的家人 这样无辱走贪 我好友谊 这开吞灭了啦 深县文化大学宿舍争议 镜头前 侯友宜用全台语说出众话 语气中带有气氛 换个场景 受到选民支持的早逝场合 深情仍显得若有所思 笑容勉强挤出来 连致辞 眼眶都泛红 面对律营市议员 警咬文大宿舍案 党籍市议员及律师出面攻防 拿出当时的使用执照和合约 重申从扁政府到科市府 一切合法 当时申请使用执照 就是99个门牌 所以他并不是被外界所抹黑 在当成说他是一个分户 然后本来一栋房子 把它分的小小的去租给学生 质疑过去合法的案子 如今遇到选举就转了歪 侯友宜阵营端出证据 坚称一切站得住脚 不怕你来查 环宇新闻林季祥 陈宇荣 新北市报道